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曝瓜 首先呢请大家来加入曝瓜后援会 我们已经开通会员了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加入后援会 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 不好意思请导播先给我们秀出来 因为我先cue会员的部分 有一些包括呢主播美照啊 还有这个贴图啊徽章啊 重点是4月份吧 会先开一场这个线上见面会 粉丝见面会 时间定出来会通知 那接下来几乎每个月都会有 以及如果说你有买快点购的商品的话 可以不定期的享有一些优惠价格 那么当然在3月31号以前 我们有一个加码活动 也就你在这个日期之前 你加入会员就可以拥有 我和上下主播的双主播铁粉认证照 那么另外呢 还有现在我们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就是福带祈福 福带祈福即时许愿 一样透过这个中天希望的app 里面呢就有这个镜面 那你可以选择你要赞助的福带类型 留下你的昵称还有祈福的内容 完成了整个程序之后呢 这是一个镜面 你可以看到 这是在中天辣碗报 就会秀出来 包括昵称还有你的留言 都会在下方的跑码灯上出现 那么欢迎大家的加入 同时还有今天的投票 也请大家投起来 我们等会立刻就会讲到这一题了 因为就是泛欧绿党 向韩国瑜抗议 说柯文哲嘲笑他的画面流出 那当然民众党这边呢 立刻驳斥 这不是事实 那你觉得呢 好 一 硬凹 二 柯文哲真性情 三 理性科学务实 四 你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你告诉我们 好 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 并邀请到台北市议员侯瀚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廖维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大家晚安 好那一开始 因为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线上民调的问题 好来看到这个是 柯文哲呢 这前两几天的时候 拜访了 应该是泛欧绿党 访问团的团长 拜访了民众党 拜访了柯文哲 那这一段呢 是包瑞翰在昨天 也跟这个韩国瑜有个会面 的时候呢 他有一点点像 韩国瑜当面告状的 这种味道 好这个包瑞翰怎么说 他说我们党在德国 选举支持率有21% 在欧盟约有10% 但近日和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会面的时候 柯主席嘲笑 他用Peace这个字 就是嘲笑 他的得票率远高于我们绿党 他说我们会加倍努力 和柯文哲竞争 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会做得更好 那当时在现场 韩国瑜的表情颇尴尬 他就脱口而出说 然后让在场的人 就整个一阵大笑 那当然这个事情 大家就会觉得说 他真的这样说吗 好这引起了一些讨论之后 其实在今天 我们看到了民众党有回应 那民众党的回应呢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说柯文哲 其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他说这个在现场 当时柯文哲和包瑞翰见面的时候 外交部的陪同人员说 并没有在会议上听到柯主席这样讲 团长也觉得民众党在转时间内 得到夹击是很不错的表现 会将此新闻转给访团团长 好那后来有问了 民众党那边有去问了这个包瑞翰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讲 好那包瑞翰是说 有可能是他在现场的时候 他的话会被 有被误解 有被当场被误解 那有没有误解呢 我们就直接 重回现场原因重现吧 导播麻烦 我们前阵子跟柯主席见面的时候 他还嘲笑我们 说他的得票率还远高于我们绿党的得票率 所以我们未来会加倍努力呢 来跟柯主席竞争 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好这个民众党曾经说 柯文哲当时跟包瑞翰碰面的时候没有那样说 那包瑞翰应该刚刚你所看到 他见到韩国瑜的时候的那一整段 包括他的原话 包括他的翻译 那他的说法是 可能是现场人员误解了他的意思 所以在这边我先请教采薇 那到底这个是 因为他用tease这个字 大家有听到吧 就是嘲笑嘛 逗弄嘛 那柯文哲到底是嘲笑还是玩笑 我觉得柯文哲不管是嘲笑或是玩笑 今天柯文哲他就是很时常在外宾面前 不能说不端庄 但是很多是发自他内心想要讲的话 大家还记得吗 那之前嘲笑外宾送的这一些礼品是破铜烂铁 外宾送的时钟是破铜烂铁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件事情吧 这就是柯文哲啊 所以他之前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惯例 这么这么多对于外宾不这么礼貌的黑历史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毕竟我们都不是在柯文哲跟外宾在的那个现场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去说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讲这些话 可是大家其实用逻辑想一想 今天外宾他会来跟韩国瑜讲这件事情 一定有几个原因嘛 这件事情他心里过意不去很久了 否则今天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外宾 你想外宾来见我们的国会议长 然后会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你觉得这件事情难道真的没有在他心里在意很久吗 再来今天他是一个相当之深的一个外交人员 他不会不知道今天有媒体在场 今天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国会议员在场 我讲完这件事情在今天台湾的政坛会造成多大的效益 再来他非常清楚柯文哲目前在台湾的一个角色 在政坛的一个角色所以很明显他今天会讲出来这件事情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柯文哲他真的有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非常非常在意 第二个好如果说真的像柯文哲讲的 像民众长讲的有一些误会 柯文哲可能原意不是这样子 那倒是要问问民众党是讲出什么话让人误会 是不是其实也是讲说的不是这么礼貌的话 那可能外宾听起来你就是在冒犯我 其实就是这两种原因而已 不可能无中生有 今天他是这么一个资深的外交的人员 怎么可能会无中生有这件事情 那我们再回到那个现场来说的话 今天民众党的解释是什么 有可能是翻译上面的错误 那问题来了 今天在那个现场 应该不是只有柯文哲跟鲍瑞汉两个人吧 应该是还有包含翻译人员 还有包含你们民众党所有跟外交相关 可能懂外交的人 可能懂相关专业的人一定都在现场啊 这几个人你要跟我说没有一个人懂英文 我才不相信咧 民众党不是自豪他们的专业人员非常的多吗 那如果你在当下听得出来 是翻译有问题 那你当下怎么没有马上的来反应呢 还要等到人家可能真的有误解了 然后到现在去跟韩国瑜讲这件事情了 民众党才急跳脚才气泡泡说 一定是翻译有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你从现场 然后从这个外宾 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来看 都不太可能是完全没有讲到我的票 高过于你们这类似的话 因为我们不在现场 所以我只能说类似的话 所以我觉得到底讲了什么 应该是柯文哲应该是民众党 好好自己出来讲清楚 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就是很喜欢这样子随便开玩笑 其实柯文哲不只是每一次在对外宾讲出来的话 不是这么礼貌之外 柯文哲每一次对外宾总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大家还记得当初他在选总统之前 他不是去了日本一趟吗 他就进了日本的自民党嘛 然后他回来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什么 说自民党的人直接跟他说台湾没有办法加入CPTPP 哇又引发了一阵的争议 大家就会想说 怎么可能日本自民党亲口的这么笃定的 跟你柯文哲这样子说台湾没有办法加入呢 结果自民党那边也说 我没有这样子跟柯文哲讲啊 所以大家不觉得很奇怪 每一次柯文哲不管讲出处的话容易被误解 诶别人讲给他听的话 他也习惯性的误解 所以这到底是刻意曲解呢 还是柯文哲的理解力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啦 柯文哲从第一次当市长 他的外交史中都有这些问题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破铜烂铁嘛 到第二任市长的时候也是一样争议的非常多 然后选了总统还是一样在外宾面前总是会有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些奇怪的事情呢 始终都是外宾对他有一些些的抱怨 或者是说外宾可能对他某些行为不谅解 那这样的人我想他要在政坛长期下去 还有可能要再选一次总统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都不敢想象耶 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线上投票的问题你是倾向于这个 或者硬拗比较多是不是 当然是 这不是硬拗比较多 这我觉得很板明就是在硬拗啦 因为如果你你这个去问民众党当初有谁在现场 那当初在现场的人来出来讲一下是有可能是哪一句 可能让人家造成会或翻译有问题的话 那其实很明显很清楚啊 那民众党到底有没有去问呢 那今天民众党不去问就一个新闻声明稿说 可能是翻译误解的话 我想大家都不太会去相信民众党的这个声明 而且逻辑上面理解可能也很难去相信啦 当然民众党现在一定要说反驳说没有嘛 那柯文哲其实他也没有出来讲说 他完全没有出来讲嘛 他没有说我没有讲这样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讲这样的话 是不是民众党要回想一下 那当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的前后文是什么 至少把它讲清楚 人家对你是有看起来是有不小不小的这个怨言了 那如果不好好讲清楚 我想不是只有对一个柯文只有不好的印象而已 是对于整个台湾的政坛 对台湾整个外交的环境 我觉得很多的不管是这一位包瑞翰 这个外交人员 其实是很多其他外交人员也都会拿这个例子来看 原来台湾的外交是这么的不谨慎 所以不是只有柯文哲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会影响到整个外交的体系 外交的环境 好那我们来看民众党 民众党的新闻稿里面特别提到了 当时包瑞翰特别提及台湾的选举表示 台湾在选举时展现的民主风范令人称陷 而民众党只有创党四年首度参与这种大选 就囊夸了26%的选票 也让已经创党40年的泛欧绿党忘奇向背 同时更大赞柯文哲竞选时候的副首无信 在欧洲议会的表现 那这是他们的这个声明稿特别提到的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说 柯文哲根本没有讲那段话 那后来包瑞翰据民众党转述说 他们也私下问了包瑞翰 包瑞翰后来见韩国的现场那一段 他说可能是现场人员误解 那我们要说 就是说外交一向是讲究细节 有所谓的外交辞令 很多的妹妹嘎嘎 那现在突然搞出了这一出 后来大家又说是误会 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 是我们误会了吗 我想 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这个因为柯文哲主席 过去常常很心直口快 心里面想什么就讲什么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也可能其中有误会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新闻稿说 柯校说 他的得票率远高于我们绿党的得票率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背后在讲的是 因为我们台湾也有绿党 所以觉得我们的绿党 所以搞不好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他有可能在现场发生的误会 可是看到他这个主席 到韩国瑜这一场讲的那段话 感觉就不是这种 感觉是可能有一种就是真的误会 一种就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是有这个意思 因为也感觉上也没办法排除说 因为柯文哲主席有时候 他就直接讲说 这个我们的得票率可能比较高 因为我在想他选后 可能还是在不断地在检讨 他的政党的得票率 所以他脑袋中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看 刚刚第一个是从柯文哲主席的角度说 他是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 如果这个外交团来到台湾 他有这种感受的话 我觉得要及时的赶快去灭火 和做一个澄清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误会就讲误会 那或者是你就直接表达说 可能过程中有误会不好意思 因为像我们前阵子也有去日本 代表国会外交 那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 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 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像我自己定义立法委员吧 叫有效地推动修法立法 第二个有效地监督政府部门 第三个是有效地推动地方 这个建设进行选区 可是我后来发现 有一件事情是我们 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很重要的 尤其是国会或是议员民意代表们 因为我们到国会去 国外去交流的时候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一个 算是国际空间很小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去到国外的时候 要去跟他们去交涉 那很多东西要战战兢兢的 甚至我们直接去日本 就是大量的跟不同的政党 去讨论说 你们有没有可能在 这个国会里面支持 我们中华民国加入CPTPP这样 那因此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到每一句话 其实真的是要很小心 那我想 现在这件事情出现了 这个以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来讲 他可能要赶快去做一个灭火之外 也要帮忙去还家 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对台湾的 怎么讲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而言 他可能要好好的去检讨一下 就是说当你在开玩笑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能也只是友善开玩笑 可是你开玩笑的时候 可以其实可以多拿自己开玩笑 或是开玩笑的方向 就是用称赞对方的方式 比较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 以免就是在国际上面 可能会一笑大方 对啦 自嘲是比较保险的 自嘲是比较保险的 我相信身为一个 也在政坛比较久的政治人物 而且大家都想要为 中华民国付出的情况之下 应该不至于是 故意要去做这种嘲讽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既然出现了 大家就直接面对赶快去解决 那我觉得硬拗 算是拗给国内看 拗给国内的人看 你主要是要处理 这个外宾的这种感受 好 那因为柯文哲 心直口快 其实一向是他的特色 这从正硬的角度来看 但另外一方面 他的这个外交失礼 或外交失言也没有少过 那么最有名的 就在9年前 2015年当时 台北市长 柯文哲接见了 英国交通部长 交通部长克拉玛爵士的 访华团 那么当然就会送纪念品 那英国方面送上 是这个上议院的怀表 没有想到 你看柯文哲一看到 就说现在都没有在用表 不知道送我这个干什么 那媒体就问 会不会对送钟表有忌讳 感觉送钟嘛 那柯文哲就开玩笑说 没关系啦 我会转送给别人 拿去破铜烂铁壳 是可以卖一些钱 那这个事 当然后来国际媒体有报道 所以这个英国交通部长 克拉玛就说 我为我的无知道歉 我学到了一些行之士 可能对华人来说是禁忌嘛 不能送钟 好 那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包括就是一连串 克文哲的所谓的很多人整理 他的失言语录啦 也是一整票 只是就是说 他会讲说 哇 那如果他当领导人 那他当总统 那这样OK吗 况且克文哲 2028还是要选吧 判定 首先这个包锐显然不会没事信口辞皇 他讲话一定有他的一个 自己的记忆 以及自己认为所发生过的事情 那民众党早上的时候也出来做了回应 他说当时外交的陪同人员在现场觉得 克文哲没有讲过这个话 所以吴怡轩最新的发言是说 他已经跟包团长再过沟通了 他说他说的话可能被当场人误解 我不确定这个他指的是包锐还是克文哲 这到底是克文哲讲话 比如说可能谈到一些得票率相关的 那因此被误解了 还是说是包锐讲的话然后被误解了 那总而言之可能是一些沟通上面的误会 或者是什么的 但我认为民众党呢 这个再额外补充 就他们除了要讲说 克文哲没讲过这个话之外 最好还应该要再补充 我不知道我们要做 就他应该要再表示说 如果造成了包锐的不舒服 应该要说一声抱歉 就这才符合一个最基本的人情事故 因为包锐显然讲这个话 他一定是不是很开心嘛 说我的得票率比你高 要不然他干嘛提他可以不提的 而且很奇怪的一个场合 在跟韩国语后面 其实就算他没有不开心 但是我认为多补一句道歉也没什么 因为在外交上本来有理多人不怪 尤其看到就像当年 这个英国的交通部长 他送一个怀表 他送一个钟 他后来还道歉 因为他可能真的觉得 因为在这个我们中华文化的地区 送钟是一个很不好的意思 所以他也道歉 他需要道歉吗 他其实也不需要道歉 因为他不知道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认为如此 就是说尤其在这个外交礼仪 本来就应该注重 礼多人不怪 就算是一个误会 但即便是误会 造成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道歉 这样对民众党的整体形象 也会比较好 但其实更关键 就是当这一切都可能是 源自于误会的时候 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争论呢 就因为长期的形象经营 是很重要的 因为柯文哲过去的这上面的形象 就是弱势跟被扣分的嘛 就2015年发生的事情 这无从否认当时讲那话就是背吧 所以未来的长期经营 柯文哲当然要继续注意 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那当然就应该要加倍的努力 所以形象经营是长期的 你就不能怨人 就好像如果现在有人讲说 马英九竟然是一个贪污的人 是一个无礼的人 就不会有人信嘛 对吧 你说马英九不讲礼貌 就不会有人信 他长期就是非常助纣这一方面 对即便有误会可以马上的解除 一定是有误会 可是如果今天柯文哲被误会到说 那他可能外交上失言 大家不会第一时间觉得 这肯定有误会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有这个形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犯错了之后 未来就必须要加倍的 努力的去弥补过去跟扭转这些人设 那其实不是不能扭转 对吧 这是需要很漫长的努力 所以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除了基本的就事实层面上 你说清楚可能真的没讲这句话啦 可能只是误解啦 那我认为呢 就再多补一句 如果造成对方不愉快 我们也愿意致歉 看起来更加的漏洛大方 还看到昨天 怎么会出现了两个韩院长 那真的是我们的这个模仿天王啊 郭哥郭子乾 他模仿韩国瑜来到了立法院 原本要巧遇本尊 结果韩半婉拒了 这个是被自由时报写出来 他说郭子乾装扮成韩国瑜的分身 韩国瑜现身立院 而且和拍摄团队到立院突袭委员办公室 之和团队原定想安排郭子乾和韩国瑜巧遇 不过却因为太过临时遭到韩半婉拒了 这个太临时然后被韩半婉拒 其实是私下讲的啦 结果自由时报就写出来了 好那但是我们看到副院长江启成立刻po脸书 说真正的韩国瑜院长在家啦 他说今天午后到晚间是满满的国会外交行程 真的是排满档喔 因为这篇这个江启成的po文里面 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 所以就感觉出来就说 韩国瑜在这边做政经事啦 那柯子能怎么解读呢 柯子能说他觉得 韩国瑜很清楚 院长要维持中立 他是故意闪开的 应该有人事先告诉他 因为过去民进党不断把负面娱乐性的标签 加注在韩国瑜身上 但现在的韩国瑜准时 每天准时喔 主持院会不喝酒 而且秉持意识规则 很符合大家对院长的期待 所以韩国瑜不会要想跟韩国瑜巧遇 让整件事情变得娱乐化 所以请教采薇 那韩国瑜他真的 他真的想得很深 想得很细 而且战战兢兢耶 完全就爱惜羽毛 我觉得可以理解耶 因为你看我从韩国瑜当任 当立法院长一开始民进党做了什么 民进党还是一样想要按照过去的套路嘛 把它当成是这个ATM 然后不断的扭曲 不断的丑化 然后不断的黑化韩国瑜 所以其实韩国瑜 他一旦任立法院长的时候 其实大家那个时候就在讨论说 他不只是在言辞上面有做了 好像大家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改变 言辞相对的比较严谨一点点 然后还有在一些行为举动 这个是谨言盛行 对 谨言盛行 然后像是在一些参会上面 他不是还拿了一杯酒开玩笑 他不是说我现在不喝酒 对不对 其实他做这些动作 他都深知 民进党今天一样会把目标放在他身上 所以他不只是谨言盛行之外 他要避免任何可以让民进党 见缝插针的任何行为 那为什么这一次郭子弦 郭哥到了立法院 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节目 那其实事实上过去他跟韩院长 也有一些合作过 也有合作 而且其实我知道他们私交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韩院长 没有来个合体 没有出现 其实是他知道 如果这一次合体的话 民进党又会怎么去解读 我这边帮大家预测 民进党一定又会说 你看韩国瑜又开始在搞笑了 立法院长不用当了啦 辞职算了去当搞笑艺人就好了 然后另外一台的标题就会变成是说 今天郭子弦来当立法院长 都做得比韩国瑜还要好 这些都是民进党会做的操作方向 都是民进党那一些侵略 不要说是侵略啦 就是民进党的媒体 他们会去下的标题 所以韩国瑜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大家一直都在把焦点放在国会的状况之下 他何必去创造这一个画面 或者是说让民进党有这个机会 然后去见缝插针攻击韩国瑜 而且韩国瑜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贴心 他知道今天民进党不是只有会攻击他一个人而已 因为今天如果他跟郭子弦合体的话呢 可能民进党攻击的就不只是韩国瑜而已 还有包含攻击那一些跟郭子弦 可能一起合体的其他的国民党立委 会怎么骂呢 你看国民党立委啊 都只想要在国会作秀啦 都只想要去包含就是跟搞笑艺人啊 跟一些艺人合体啊 都只是想要创造这一些媒体声量而已 根本没有好好想要在议事殿堂上面质询 这都是民进党可能的操作 所以他干脆就不要了 那昨天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画面 虽然韩国瑜没有合体 但是国格跟其他一些国民党立委合体 其实效果就很不错 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一个小小小小 他的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举动 很贴心的一个想法 会就让整件事情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要避免民进党持续丑化他 持续丑化国民党 而且现在民进党 其实他们也自己知道 他们再丑化韩国瑜下去会失分 所以他们还是 可是他们还是很想要努力的去挖一些东西 然后去不管是创造还是去见缝插针什么的 他都知道 就有机会还是要黑寒 对 有机会还是要黑寒 他们黑寒的决心可能比 他们想要台独的决心还要更大吧 这个我想这是真正实实的 真的大家真的好好地想想 他们要黑寒的决心有没有比他们的台独的决心还要大 绝对肯定是有的 所以韩国瑜他深知这一切 所以他昨天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但是也不代表说他跟郭哥 就是好像好像没有 后面可能不会再合作 或者是说他们私交怎么样 其实没有 我知道是他们两个关系是真的很好 而且其实郭哥私底下 就是在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也很常跟韩市长在联络的 好 那所以这个我想觉得 因为你在立法院 那昨天的这个情况 以及韩国瑜的没有出现没有合体 是另有考量吗 第一个我觉得我昨天也蛮幸运的 我昨天在赶场的时候 要去赶记者会 要去赶委员会咨询的时候 刚好下楼遇到郭子前 郭哥他办这个韩国瑜 所以我经过的时候其实 听得起来讲我那时候也超级忙 所以我也没有 其实我也没有 本来正常人应该会停下来 跟大家互动一下 拍个照 可是其实我也没有 我要冲过去 是后来旁边人帮我叫做 这个韩国瑜韩国瑜 我才留下来跟他拍一张嘛 那当然我也是很开心的 所以昨天刚好遇到这个状况 后来才知道有这个插曲 那我想要讲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在立法院这段时间 我想韩国瑜他身为 已经变成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了 他已经换到了立法院长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恰如其分 他真的工作室非常的忙 看他每天也是战战兢兢 而且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都是都没有迟到 都是准时的 那第二个 我觉得刚刚呼应一下 刚刚这个 我们汉庭讲的 人设这件事情 其实韩国瑜过去被民进党黑函 然后用的人设 就是让他好像很不正经 很就是乱讲话等等的 我想这个人设的标签 这个短时间内 他还他正在转变当中 所以的确他这一切的事情 要很谨言顺行 然后要很小心 尤其他到了立法院之后 你也可以发现他其实 他重新思考了他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所以他所谓保持中立啦 这些分寸的拿捏 他都有在考量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为什么他要这么小心 因为现在民进党 这些绿色巨英们都还在怀恨在心 对不对 绿色巨英们还在闹嘛 到现在还在搞 然后又说没收你的咨询权 然后又说什么 不照什么网例啦 然后又这个在那边 反正在那边胡闹嘛 然后就每次 像包含这什么鸿燊汉委员啊 你当初跑去踢管 踢完管之后说你要再咨询 结果你现在每次你的咨询 就改书面咨询 让人觉得很可笑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就是 这个韩国瑜当初的这个行为 也让他们怀恨在心 所以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的这个侧异一条龙 会怎么打击 所以刚才会讲的很有趣 我觉得他已经都帮那个 民进党的侧异想好 要怎么攻击韩国瑜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的警言盛行 绝对是有加分没有减分的 而且因为有这样的事件的出现 韩国瑜的这样子的做法 反而会让他可以加速 把他过去的这个人设标签 给拿掉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韩国瑜 已经是一个韩国瑜2.0 对 对因为我真的有点吃惊 因为对我在过去的韩国瑜 因为我也觉得这没什么 就轻松一下嘛 那就气氛很好啊 可是他居然有考量到说 不要再被贴上太娱乐化的标签 毕竟他现在是立法院长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在立法院长 这个位置上的表现 就连这个王世坚 都直接给他打了90分的高分 所以汉平你怎么看 就是即便是郭子前办的韩国瑜 哇 本庄韩国瑜都可以想得这么深入 首先节目方跟郭子前 郭大哥肯定是没有恶意 当然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些话题 以及他的节目能够有更多的收视率 这也都是好事 而韩院长呢 这次是直接婉拒会面 当然是担心绿营大作文章 如果会面的话 今天现在同时期的绿色政论节目 那马上就开始干狡韩国瑜了 就此时此刻 现在呢他们可能在干狡台北市政府 那但是如果早上碰了 肯定是干狡韩国瑜 因为黑韩产业链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稳固 并且有扎实基础的一群人 有系统 对不对 黑奖的啦 然后黑别的啊 那个可能比较弱 但是黑韩的是一系统 已经有这个稳固的大军 所以现阶段呢就避免这些纷争 但是我认为事后呢 这也很OK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它是婉拒 是很OK的 相信呢在谢绝的时候 也不会是很急言吝啬啦 什么的 那再来第二个呢 其实呢国民党的委员 那有跟韩国瑜来做 其他方面的合作 所以虽然没有韩国瑜 但是有其他国民党的 所以有其他国民党的委员 也共同的来合体 一样的可以来进行节目 再来第三 我相信韩国瑜院长 应该也会私下 可能再跟制作单位 再打个招呼 再致歉 或者看未来等修会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有个特别节目 这样子呢 就既能够成全 我们这个民间 郭子权的好意 然后呢 也不会在该开会的时候呢 丧失了 应该有的一些态度 跟这个高度 所以目前的处理都非常好 那我更期待的是在修会之后 那如果是大家都不会有问题 在过年期间 有一些特别节目 那这样的一个适度放松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好 不过韩国瑜要出动了 因为主要是为了这个 云林的虎伟政长 麦寮乡长的补选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云林这一局 其实柯文哲也是下重兵 而且他四月初开始呢 要到当地去long stay 那国民党这边呢 是派出韩国瑜 要为来营的战将来助选 那他这个四月南下云林 大概是四月左右 那这个民党也安排了 也安排了一些辅选大将 那其中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说 黄杰 黄杰 那我先请教采薇 因为我看到黄杰 我想说 因为你说韩国瑜 她是云林女婿嘛 所以 而且她也是来营的辅选天王 合情合理 你看我这边统计出来了 去年11月19到12月19 一个月内替党内站台53场 所以这是再派她去辅选 那当然一定是加分再加分 那黄杰呢 黄杰 民党她跟云林有什么地缘关系 我是不知道有什么渊源 我不知道 还是唯一的渊源 就是韩国瑜 她要如影随形 其实黄杰去 有韩国瑜在的地方 似乎就有黄杰的声音 大家对这样子的画面 对这样子的新闻还意外吗 大家没有想到吗 当初韩国瑜被传出来 其实还没有在还没有选完的时候 只有传出来说 要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的时候 黄杰第一句话是什么 赶快大家让我进立法院 我要去监督韩国瑜 哇这个要把自己的职责 其实是监督 监督执政党 然后胡乱 闹成是要监督韩国瑜 这种话都能讲得出来 所以今天韩国瑜要去胡委 因为这个云林女士要去胡委 来帮忙站台 民进党马上就派出黄杰 这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也可以凸显得出来 民进党有看中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吗 还是把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其实就是当作是另外一个战场 另外一个炒声量的战场而已 其实事实上就是 第一黄杰跟云林 基本上毫无关系 是吧 完全毫无关系 再来 你会派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去云林 那你的目标很明显啊 你有要赢吗 没有 其实连民进党派出来的人是谁 我都不知道 所以很显然的啦 民进党根本没有想要赢这个战场 他们可能只是想要利用这个战场 然后把黄杰放下去 看能不能利用黄杰来出出韩国瑜的声势 然后或者是说呢 来让韩国瑜在这边看看能不能有什么 马脚可以露出来 其实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是 黑韩产业链是一样的道理嘛 今天他们只是想要把黄杰放过去 然后不断的攻击韩国瑜而已 事实上他们什么是都没有想要做 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战场 还有另外一个人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点把他忘记了 那就叫做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 他事实上在上个礼拜呢 就去这个云林卖聊 待了一个礼拜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民进党的这个如意算盘 可能打得太好了 因为今天韩国瑜他就是正正当当 而且他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正当性 去帮云林的候选人然后站台 而且今天不只是云林 他就是一个我们的票房保证的天王 我们那时候在议员选举的时候 跟韦翔那一次他们在这个立委选举的时候 哪一个候选人没有找韩国瑜去 而且找韩国瑜去的那个场合 你是不用去动员的是自然而然 他就自带声量就会自带人潮 会有人过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有会有直播主过去 所以这就是韩国瑜的一个能量 但是民进党今天看准的 也就是韩国瑜这个能量 这一个声量 所以才要派黄杰过去 今天派黄杰过去 那他们是觉得能破韩国瑜的声量 就是黄杰喔 应该说他们觉得可以咬乱 他们不觉得可以破 但是他们觉得只要我乱一下 乱一下就用小学生啊 我再去那边喊一下 喊一下抗议抗议抗议 他们就觉得很爽了 所以今天民进党他们想要做的 就只有这一个 但也可以凸显出啦 民进党其实现在已经 你知道毫无章法了 已经乱了步调了 他们已经在 不管是在立法院 又或者是说在他们整体策略 你会发现现在民进党 跟过去的民进党 不太一样喔 你说过去他们黑寒 他们还一系列的黑寒 有没有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黑寒 只会让大家看起来第一很可笑 然后让大家看破手脚 然后居然现在 黑寒的主要大将是黄杰 天啊 大家讲到这里不觉得很可笑吗 天啊 黄杰耶 一个 我不能说他多有 就是多没有实力啦 可是大家去想想 他进到立法院的这个表现 大家有印象他提出了什么样的法案吗 大家有提出他 在可能民进党的这一些比较相关的 不管是两岸 不管是食安 不管是日常生活的这一些比较 优先法案上面有任何相关的论述吗 都没有耶 大家去访问 不外乎就是他的一些花边 然后不外乎就是他如何攻击韩国瑜 不外乎就是他如何骂韩国瑜啊 像之前的那个搭尖事件有没有 结果自己也被打脸啊 就这一些 大家对他印象就这一些 然后原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黑寒大将 说真的如果我是韩国瑜我还要难过耶 对因为在云林这一局 那目前感觉起来 这个民党派出了这个辅选大将是黄杰 那刚刚采薇分析了一部分 那伟祥怎么看呢 就是说那如果是民党没有存心要好好选举 只是因为来老乱蹭一下声量 因为韩国瑜在韩国瑜来辅选 那这样整个看起来 因为确实啦以整个盘势来看 因为感觉还是 这应该还是国民党的局吧 最后 因为虽然柯文哲民众党很有自信啦 所以有机会 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这两场选举 我刚看我觉得 现在可能是麦辽香这边 比较会有变数嘛 而且接下来是4月13号投票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还没有定案 所以还是要很小心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跟民进党选举的时候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就是我的想法是 民进党觉得是最会选举的政党 所以他现在用这招 我倒觉得 看起来是 可能是一个扰乱战术啦 那在 尤其是在这个 看起来韩国瑜这么大咖 跟柯文哲这么大咖 来选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民进党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对我来讲 他有两种可能啦 一种就是 他判断这个盘 基本上完全没有得打了 那他就是用这种干扰战术来做 可是他可能也会达到 他未来下一次选战 他要的目标 因为他绝对不会完全放弃 他对一个选区 即便他再弱 他也不会完全放弃掉 叫做不经营 所以我想他会有这个问题 那再来是在这个麦聊的部分 我看这一次民众党一定会 冲下去选 因为其实我知道民众党 接下来他们对于这种 乡镇县市的这种各地方的 乡镇长 里长 代表等等的 每一场战役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谨慎 而且他这一次挑这个战场呢 麦聊这边 他们过去在总统的得票 也是有赢过侯友怡 然后紧追赖清德 所以我想这个 对他来讲的战略位置 和战略意义蛮重要 每一次有战略战术战斗 那对于他们来讲 这一次的战斗 他一定会想办法 想要把它拿下来 那所以我认为 对于国民党来讲 我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目前为止 不管是党主席去 韩国瑜去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千万不能大意 一定务必要把这一场战役 就算是补选 也是要把它拿下来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穴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医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